各位可以看到 打开E10级 里面大概几个栏位 A到K A到K里面基本上 大概A栏就放什么 总共有64档股票 然后它的时间 成交金额 买进的金额 卖出的金额 还有涨结情形 张数 然后昨天的收盘 今天开盘最高最低 那大概会有总共有这些栏位 6、7、8、9、10 11个栏位 11个栏位题目里面要我们做什么 等一下各位请各位看一下 电子股110这一题 那题目里面说什么 33以电子股作为投资标的 然后他想要用很简单的图形 呈现出什么 昨天收盘跟开盘的成交比 比较 还有成交与最高最低的比较 然后希望用横条的形式 来显示张数的多划 OK 大家的需求是这样 那如果说今天想要用Essail 帮我完成的话 那需要用哪些功能 可以把这些事情分别做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大概就是做出来的结果 大概长这样 黑白大概知道一下 主要就是说他需要在K栏 后面再增加L跟M 然后用图形的方式看一下 就是昨天的收盘跟今天开盘 还有今天成交 有的是往上 表示说他这一档股票应该是上涨的 如果往下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下跌的 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成交金额等等的高低 可以用图形的方式去比较 哪一些股票的买卖情况怎么样 OK 另外的话还有张数 可以用横条图在除尘格下方前颜色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题目里面一样要我们开启这个档 EXD01 然后开起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刚刚我们开的这个档 里面的话总共有11个栏位 那他要做什么 基本上第一个问题 他要做什么 就是调整什么栏位的顺序 也就是说他希望 由左到右 是股票代号 然后时间着收开盘成交 我看一下前面五个 这个顺序要不OK 我们先把这个先拉下来 各位看一下 股票代号 这个代号这个不用改 因为这个一样 然后时间不用改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着收 着收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他需要把着收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来 然后开盘 开盘放在后面来 放在这个后面 所以这两个放到这边来 然后成交 然后最高最低 再来就是最高 不是最高最低这两个 要把它怎么样 最高最低放在买进卖出的前面 OK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两个栏位放到成交前面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把它减下 按右键减下 第一个先选取什么 着收开盘 这两个栏位 按右键减下 减下之后的话 请你选取什么 成交这一栏 然后按右键 把它插入减下的除尘格 这边不是叫你贴上 如果你刚刚这个地方 这两个栏位是减下的话 那你在选取C栏的时候 它会出现什么 插入 是不是要插入到这里 那我们就按 选点点它就可以 所以这边记得按右键 全取C栏 然后插入减下的储存格范围 那这样的话 着收跟开盘 就会放到成交前面 所以这两个 就符合题目要的顺序了 OK 那再来把最高最低 最高最低在这里 本来在J跟K这边 然后把它放哪里 J跟K 不是在买进的前面 所以放在这个的前面 到这边 所以一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把这一根K 选起来 然后右键 把它剪下 剪下之后 在买进上面 再选取它 然后一样 插入 剪下的储存格 这样就OK了 那就符合它题目要 后面是买进 卖出 涨跌 张数 OK 就符合题目要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 在L栏新增资料 L栏 OK 然后 它说L1就是上面的栏位名称叫什么 着收 开盘 与成交比较 然后要自动换列 栏宽的话是15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点L1这个地方 L1里面要输入一个栏位名称 你这个名称要自己打 自己打字 我刚刚已经打 着收开盘与成交比较 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个 资料输入到这边来 输入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的栏宽 特别注意 它这个地方是要我们做什么 自动换列 所谓自动换列功能在哪里 特别注意 自动换列 特别注意有几个方法 按滑鼠右键 在这个除存格上方按滑鼠右键之后的话 会跳出一个叫除存格格式 针对这个除存格格式 我做一个设定 设定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 当然预设是数值 不过你切到对齐方式里面的话 理论上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功能叫自动换列 在哪里 对齐方式 文字控制 自动换列 预设有没有打勾 没有 所以你把它打勾就好了 所以题目就考你这个 会不会找不到这功能 找到的话 你就按打勾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再来的话 蓝宽 要设定为多少 15 所以请你把这一栏选起来 选完之后的话 按滑鼠右键 在这一栏一样按右键 刚刚是减下 不过我们现在设定蓝宽 你会发现 选它之后的话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蓝宽的选项 蓝宽你把它点下去 请你把它输入15 Enter就好了 这样的话 宽度就是符合我必要的 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画个图 然后再来就是 依据着收 在这边 OK 开盘 在这边 成交 这几个资料做什么 把这些资料用图的方式 画个图 让我知道 到底昨天 昨天收跟今天开 然后再成交是往上呢 还是往下呢 OK 理论上着收跟开盘 应该是水平线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几乎不太动 不太一下 除非说你那张股票一开盘就开高 走低 像这样的 开高走低 然后开低走高 OK 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可以用图形的方式 让我知道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 那我们只有这三个栏位 怎么做 其实这边的话 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格式化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有所谓的这个格式化的方式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把110提先打开 我们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那其实你会发现 第二 跟那个M有点像 这两个其实 差别 做法都差不多 只是说呢 要改成一个是 插入一个折线图 一个是直条图 其他好像都一样 所以首先的话 那怎么样做一个折线图 那折线图就是说 假设我希望 把这三个数字 我这样看 我还要去比较说 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那如果说我今天可以用折线图 马上画一个图 我就可以一目了然 就可以知道说 昨天的收盘跟今天开盘 到底有没有涨 马上涨还是马上跌 那最后成交的是多少 我可以看出一个高低起伏的话 那其实当然看图会比较简单 所以现在很流行 这个所谓的视觉化 等于是说 把数字变成一个图 让我们一目了然的这种方式 我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涨叠的情况如何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做法 第一个插入 特别重要你可以利用 在Excel里面有个功能 叫做折线图 OK 刚刚旁边有个直条图 其实这两个就是 题目要我们做的 首先的话 你游标先放在L2的上面 然后插入折线图 接下来的话 他有问题说 请问一下你资料范围 你那个资料高低起伏 那个范围在哪里 那我高低起伏在这里 在C昨天收盘 跟开盘跟成交这个范围 所以把这三个储存格 一起全取起来 选完之后 他会出现C12到12的范围 然后最后把那个图 帮我放在L2里面去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他就马上帮我画出一个图出来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图 这个收盘 昨天收盘跟今天开盘没有动 然后成交 到今天一整天 成交金额往上 等于这一档股票 其实是上涨的 但是题目还有提到几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包含什么 包含就是 他说这个折线图做完之后 还要再做两件事情的设定 包含就是显示所谓的标记 还有套用所谓的 叫走势图样式彩色 这个锦1 就第一个 第一个样式 那要怎么套用 首先第一个标记 你设定完之后 请各位看一下 它这边有好几个显示的功能 包含就是要不要显示标记 那什么叫标记 我们把它打勾给各位看一下 打勾标记 你会发现上面就变有点 也就是说有三个储存格 只有三个点 那以后如果说你有更多的话 其实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下 一下就可以看出 这个三个数字 它所呈现的高低 大家看图会比较快 其他还有像所谓高点 低点 高点低点好像这边没有显示 还有负点等等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设定 你可以针对这些去做显示 那做完之后的话 再去设定样式 那样式在哪里 这个地方就是样式 那这上面的其实基本上不是我们要的 你把它点旁边的箭头 那各位可以看到哪一个是题目要的 这个题目要的是什么 叫做走势图样式彩色1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 等一下 其实它的位置 走势图样式辐射1 往下找 应该的位置在这里 OK 就在这里 第一个嘛 所以颈1的话 一定都排在第一个 所以你就找这边 往第一列少 第二个的话 你会按颈2 它彩色的话 在最下 点这个一下 这样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底下 所有的图层格也要做同样的效果 以前我们习惯点两下 不过你会看这个地方 没办法点两下 它一定只能点住不要放 往下拖拉 移到第65列的时候放开 这样的话 全部的图一下子就帮我们把它全部画完了 然后这个好处就是说 以后呢 你就看图就知道 哪个地方有涨 哪个地方有跌 OK 其实这个地方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是要把数字图像化的话 这个是还蛮方便的 比如说你要统计某个学生 他到底最近成绩是往上来往下 他比如说最近几次的模拟考或钻考 成绩有没有增加或减少 其实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做 那同样的方式的话 还有呢 他说M栏 这一栏要做什么 再做另外一个 所以第三个 他说要给他一个名称叫成交与最高最低比较 其实就跟刚刚一样 所以我名称这名称比较长 所以我已经把它先输入到那个记事本里面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这边把它输入上去 好 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那一样他需要什么 自动换列 然后蓝宽也要 所以其实自动换列 记得按右键 储存格式 那你就把自动换列打勾就可以了 OK 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它打勾 按确定 再来蓝宽的部分 他好像也要设定为15 所以把它输入15 Enter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图 他是希望 不是用折线图 高高低低的话 其实好像用那个所谓的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直条图 好像显示起来会比较OK 因为折线图是看 那个历史资料的高低起伏 可能比较 比较看得出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数字的多跟寡的话 其实用直条图相对起来会比较好理解 所以这一题的话 他希望 1 一样选取成交最高最低 其实你不选 先有不要放这边 好了 先放在M2里面 然后再做什么 插入直条图 接下来呢 选取范围就是 成交最高最低 12到G2的范围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了 资料就过来了 那再来的话呢 题目还要我显示什么 你会发现第三个是 它这边有 什么呢 一样15 这两个都一样 然后它主要是要设定什么 并显示低一点 然后套用走势图的样式彩色 所以我们就要显示第一点 第一点 这个有个选项叫第一点 把它打勾 不过你会发现第一点 第一点其实是第一个位置 意思就是我们成交的金额 然后最高跟最低 也就是成交的时候是这个价钱 那一整天里面 最高的价钱 比成交高很多 最低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成交最高最低 以低一点为显示的基准 OK 那好了之后的话 你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 这一个部分就完成第三期的部分 你会发现高高低低起伏 所以最高最低主要是呈现什么 它的价格的波动 哪个高哪个低 那这个折线图的话 相对比较适合 不过看起来 折线图在这边显示 就是会更为让人家一目咬蓝 所以有时候哪些地方用哪些图 也许你们可以再揣摩一下 那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第四、第五 第六 OK 总共还有三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浩试一下